古人以儿孙满堂为人生最大幸福 认为多子多福 所以有条件的情况下都是尽量多生孩子 所以在皇室中孩子就更多了母贫子贵 妃子们都需要孩子来傍身 在历史上有位皇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 且平均每年生一个 算是古代最能生孩子的皇后了 这位皇后就是乙福皇后 乙福皇后15岁时嫁给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巨 乙福皇后的家族是北魏时期的皇亲国戚 家族中连续三代子孙都娶了北魏公主为妻 而家族中的女性也大多数成为王妃 由于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元宝巨在全臣宇文太的支持下建立西魏 是西魏的开国皇帝 元宝巨当上皇帝后立乙福氏为皇后 不过在与东魏对峙中战事连绵 致使西魏国库空虚 后来为了拉拢柔然 元宝巨把一个公主嫁给柔然可汗的弟弟 又娶了柔然可汗的女儿 元宝巨娶了柔然公主之后 就废出了乙福皇后的皇后位 立柔然公主为皇后 并在其挑唆下还将乙福皇后赶出了皇宫 她虽然生了十二个孩子 但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了 乙福皇后被赶出宫后 跟着小儿子去了太州 而她的大儿子最终也终继承了大同 不过来